老公孩子想吃鲜肉小笼包了 于是在家做了两锅 自己包的简单好吃更加放心 500克猪肉末 三分七瘦会更香 分三次加入100克清水 每一次都搅拌到水费完全吸收 这样肉馅会更加鲜嫩 加一碗葱花 两勺豆瓣酱 少许五香粉 盐 两勺辣椒粉 生抽 香油 再泼上适量滚烫的热油 把辣椒粉的红油充分的激发出来 充分搅拌均匀 像这样肉馅就可以直接用了 婆婆说想吃干菜肉包了 我又泡了一些干豆角 把它给放进来 放上干豆角口感会更加的有嚼劲 搅拌均匀 方便备用 铅料调好之后再来和面 500克普通粥粘面粉 加5克高活性酵母 再加入300毫升 3000度左右的温水 搅成面细 揉成稍软的光滑面团 这个面团不用发酵 直接搓成细一点的长条 再切成小一些的面剂子 剂子和我们平时包饺子的剂子差不多大 撒上干面粉 再把它给按扁 擀成中间厚四周薄的面片 再放上馅料 包成小包子 这个馅料 我们还可以做馅饼 做花卷 都超级好吃 包好之后先不用蒸 放在蒸屉上 发酵40分钟左右 体积明显变大 手感变轻就可以了 开水上锅 大火蒸10分钟 关火没3分钟即可出锅 毫不夸张的说 这样的小笼包 我一口气可以吃十几个 真的太好吃了 个个血白柔软 里面的馅料上个肉丸子一样 口感和味道都超级好 喜欢的话就收汤器来试一下吧 XV 诶 诶 慈